乌双西兰中学昨天晚上举办了全马首场榴莲拍卖会 以仇慕学校发展基金 现场观众热烈投标 最终拍卖的两个榴莲以40万4444令吉成交 其中猫山王榴莲投标价达到了38万9444令吉 堪称全马最贵的榴莲 现场拍卖的两个榴莲都是以2888令吉底价开始拍卖 猫山王榴莲的竞标环节最刺激 彭亨榴莲商工会主席拿督赖维权和劳屋皇室江夏堂主席黄启文 经过大约半个小时的竞标价格一路推高至6位数 赖维权以20万4444令吉赢得竞标后 宣布将以该投标价额捐给学校 猫山王榴莲和猫山王至尊牌匾 则让给第二高投标价18万5000令吉的黄启文 意味着这一个猫山王榴莲总共筹得了近39万令吉的教育基金 另一个黑刺榴莲的拍卖相对没有那么刺激 最终由劳屋金龙企业以15000令吉夺标 日前一名33岁扣留犯从沙巴警察总部扣留所被带往文化市协助调查的间隙 趁机攀爬铁蓝闸后从室内的窗户跳下 再从大门逃走 不过这一名嫌犯在逃亡48个小时后 今天中午在40公里外的丛林处被警方找到 再度落网 逃亡的细节有待警方的